长期以来 中国海军的装备都是以轻小型战舰 快艇为主 缺乏建设大规模现代化舰队的能力 这种情况从2000年开始才逐渐的改观 但是在2000年代 中国海军的实力甚至比不过对岸的台湾海军 就更别提拥有航母和盾舰的美国海军了 因此 海军早在90年代就开始理想研制符合海军需求的导弹艇 承担近海反舰的作战任务 2000年初海军研制出了022型隐身导弹艇 随后被解放军海军大量投入使用 从2004年到2008年的短短4年时间里 022型隐身导弹艇被陆续建造了整整60艘 每艘造价为1500万美元 按照现在的汇率计算 建造的60艘022满共花了60亿人民币 平均每艘舰艇造价1亿人民币 不包括携带的反舰导弹 建造完毕后 60艘隐身的导弹艇加入到了海军 三大舰队下属的快艇支队进行服役 不过有微博网友认为 随着2010年后海军大型舰艇快速下水 中国海军先后服役了70多艘056系列护卫舰 30艘054A护卫舰 以及40多艘以052CD055驱逐舰为主的大型主战舰艇 中国海军已经升级成了远洋海军 022导弹艇在海军的定位愈发尴尬 056A轻型护卫舰完全可以承担近海巡逻 反潜 反舰的任务 相比功能单一的022具有多用途性 那么022隐身导弹艇就成为了鸡类 因此花费60亿人民币建造这些舰艇是得不偿失的 那么022现阶段对于人民海军来说 真的是没有任何用处的积累吗 实际上 在现在022隐形导弹艇任不示威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驱逐舰杀手 022隐身导弹艇不同于常规的导弹艇 舰艇结构是采用穿浪双体造型设计 由一个主船体和两个V型船体拼接组成 这种布局的船体时期拥有极高的速度 最高可以在海面上航行出50节的急速 将近是驱逐舰最大航速的一倍 而且这种双体船的设计结构 对于舰船的隐身能力可以更上一层台阶 022隐身导弹艇大量采用铝合金材料 船体的角度都是经过计算的 可以对敌方雷达发出的雷达波进行一定的屏蔽 使敌军对于022有效的探测距离大打折扣 武器方面是022隐形导弹艇重头戏 022隐身导弹艇可以一次携带 扒发超音速的YJ83反舰导弹 和一门6管30MMAK630进防爆 反舰导弹的打击能力 甚至超过了只能携带扒发 YJ6212因素反舰导弹的052C驱逐舰 此外022还安装了新型的362搜索雷达 可以侦测大型的水面目标 引导YJ83反舰导弹的攻击 同样对于空中目标 362搜索雷达也拥有不俗的探测能力 为了协同作战 905型海军综合战术数据链系统 也被22所应用 因此022具有灵活 高速 火力强大的优点 唯一不足的就是主要任务单一 现阶段仅能承担反舰任务 不过对于在东海 台海 南海的美日海军来说 这东西就是一个隐秘的刺客 022的优势就在于集中进攻 在战时可以集结2030艘的022 在近海地区利用速度和隐蔽的优势 并且结合我方无人机等 辅助侦察手段的帮助下 集中猎杀敌方的大型水面舰艇 如台湾地区海军或日本海军的驱逐舰 美国海军的滨海战斗舰等 2030艘022可以凭借隐蔽性强的 优势潜伏目标3540千米处发起突然袭击 一次性可发射160240枚超音速反舰导弹 对其进行宝核打击 在这个距离上反舰导弹 凭借两瓦核的高速 达到40千米的射程也不过是一分钟 如此短的时间内地方 是不可能拦截这场白发导弹的 哪怕是34宙斯盾驱逐舰也来不及反应 火力通道根本不够用的 因此面对022的打击 这些军舰会被一个不漏的全部集沉 而海军更大支的056A护卫舰 不具备这种攻击方式 主要是这些舰艇过大 不能隐身 而且速度也慢 刚出击可能就会被发现 被发现就意味着会遭受 敌方反舰导弹的打击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 022隐形导弹艇 还是有着相当的存在价值的 隐蔽攻击的能力更是它的独门密集 和056A进行远舰搭配的结合 可以进一步加强 第一岛链解放军海军的反舰能力 056型护卫舰使用来替换服役时间较长 而53小时型护卫舰和037型猎潜艇 以单附近海巡逻的任务 056型护卫舰的满载拍水量为1400吨 对海攻击的武器 有4枚应机83反舰导弹 和一门76毫米舰炮 对空防御有8连装红旗石进防导弹 对前攻击有2具三连装反潜鱼雷发射装置 由此可知 056型护卫舰的防空 反舰 反潜性能较为均衡 而056护卫舰最新的型号为056A 相对于056来说 056A型护卫舰主要是提升了反潜能力 056A型护卫舰的舰尾处新开了一个舱口 用于调放拖曳线列阵声纳 众所周知 反潜能力一直以来就是海军的短板 而海域面积又比较大 这样一来 其他国家的高星陰型潜艇就会来到周边海域进行侦查 探路 搜集情报 没有强大的反潜能力 海域内的航路 地形都会被其他国家的潜艇给探测完毕 非常不利于我方的安全 所以说 为了提升海军的反潜能力 不仅仅研发了高星6号反潜机 还对驱护舰进行了升级改进 而升级改进最主要的方向就是提升反潜能力 这点 056A型 054A型等护卫舰上的舰尾都新开了一个举行舱门 用于投放拖曳线列阵升纳 早些时候 056型护卫舰并没有投放拖曳线列阵升纳的舱门 从056A型护卫舰开始 再建尾部就开了舱门 增加了投放拖曳线列阵升纳的能力 早期的054A和056A型护卫舰使用的是HSJG206型护卫舰列阵升纳 该升纳全长300米 最大探测距离为100海里 最大工作深度接近1000米 对核潜艇的探测距离为80千米 可以同时探测五个目标 只不过SJG206型升纳较容易受到洋流的干扰 无法有效对抗现代化的高静音潜艇 从054A型护卫舰的黄钢号开始 056A型护卫舰的改进型号 055 052D驱逐舰都使用了最新的SJG311型低频主被动拖曳线列阵升纳 这样的低频主被动拖曳线列阵升纳目前也只有中 英 法三国装备 美国目前都没有装备这种升纳 因为现在的潜艇都装有消音瓦 而消音瓦主要针对的是中高频噪音 对低频噪音的抑制作用并不明显 所以低频主被动拖曳线列阵升纳就是利用了消音瓦这个弱点 用来探测现代化的潜艇 而056A型护卫舰装备盖升纳之后 其反潜实力将得到较大的提升 弥补海军反潜实力不足的劣势 更何况 056A型护卫舰的建造数量较多 可以在金海构筑一层强大的反潜网络 在我国近海防御力量当中 数量惊人的72艘056-056A型护卫舰共同组建了我国近海防卫的中枢力量 想象一下 在某海域同时出现70多艘满载排水量 1300-1500吨的056-056A型护卫舰 局行海上约并仪式这僵尸和等壮观 056舰体虽小 却可以进行防空反潜反舰 其综合作战能力仍不容忽视 与056A型相比 056型主要用于近海防御 承担日常巡逻任务 取代了共建造22艘的53小时型护卫舰系列和037型猎潜艇系列 很显然 056A型是在056型基础上加强了反潜作战功能的轻型护卫舰 它的舰长 显宽 海水量等参数基本不变 是一种具有突出反潜作战能力的轻型护卫舰 性能更好 建造数量更多 达到50艘以上 056A型护卫舰的舰尾增加了一套主被动拖液线列阵声纳 由主动和被动两套拖液声纳组成 被动拖液线阵列声纳探测距离超过100公里 主动拖液阵列声纳工作频率较低 并未精确 可搭范围变身 这种组合可以弥补缺点 发挥优势 特别适合追踪按进行常规潜艇和核潜艇 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反潜声纳 056A型护卫舰具有远程反潜手段 舰体中部配备二座月自行导弹发射装置 应机83J舰舰导弹四枚 攻击距离大于200公里 056型护卫舰具有综合指挥作战系统和数据链系统 可以接受任何平台的目标指示信息 包括潜艇 暗机警戒机 预警机 踏舰直升机 无人机 甚至渔船 无需本舰的雷达就能发射导弹 056A型护卫舰可根据任务将鹰机83J换装为四枚 鱼巴火箭诸飞鱼雷 可发射向供架 方便转换 鱼巴是中国在新世纪研制的首款火箭诸飞鱼雷 可在054A护卫舰上与红旗16舰空导弹供架发射 也可在于英机83反舰导弹架 射程50公里左右 采用数据链指令适时修正落点 单头为一枚自导鱼雷 采用主被动复合式自导 此外 056A型护卫舰的舰载武器主要有一座 PJR6型单管76毫米隐身舰炮 二座30毫米单管舰炮 一座八连装红旗实践空导弹发射装置 在舰体中后部安装一座配备 二座三连装324B型轻鱼雷发射器 两弦各有一座软防御武器系统 能够发射反鱼类声暴弹和鱼类诱饵弹发射器 后面有直升机起降平台 可起降直9C反潜直升机 别看 056A型护卫舰的排水量只有1300吨 却配备有非常先进的反潜设备和武器 是很厉害的反潜力气 可清扫水下的核潜艇和先进常规潜艇 例如总在中国海域附近专有的海狼机和苍龙机潜艇 056A型护卫舰可能是目前世界上性能最好的反潜型轻型护卫舰 要说到它具体能在哪些方面拍上大用场 还得是在我国近海沿海反潜压力不断增大的前提下 毕竟在我国东南一带海域存在着领海主权争端 周边国家的潜艇力量日益增强 而它主要能进行近海搜工前作战 保护核潜艇基地 战时扫清水下航道 掩护核潜艇离开西太平洋预设的发射阵位 同时负责保卫军港日常安全等